哈喽大家好我是起冲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中秋节 我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们今天就讲中秋节好了 我们来先讲一下中秋节的典故 我相信所有的小朋友在小学的时候 已经是读到不要读 不要紧我快快的闪过一遍 我们可以知道的中秋节的典故 就是说在以前很久很久很久的时代 有一个神射手叫做后裔的 这个后裔他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那时候天空出现了十个太阳 十个太阳把这个地造到很干旱 大家都种不出这个农作物出来 然后大家生活都苦哈哈 结果这个后裔这个神射手 就把九个太阳都射下来 只剩下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太阳 然后整个世界就恢复了生气 然后之后后裔他就得到了一枚仙丹 好像是跟西王母拿到了一个仙丹 然后这个仙丹吃了会长生不老 还是成仙之类的 然后他本来他跟他的老婆 就是嫦娥约好了要一起吃还是怎样 然后后来他的老婆就自己先吃了 他自己先吃了个后 然后他的老婆呢就飞上去月亮 就在月亮在那边 广寒宫那边度过余生到现在 所以嫦娥为什么会崩月就是这样 至于之后吴港为什么要去月亮 我也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所以就说他嫦娥红月的那一天 就是8月15中秋节 所以这个就是中秋节的由来 至于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 我觉得可能是月饼原型的代表8月15的月亮 其实我们来看回去了 在我们真正的历史里面 真正的历史 我现在不讲神话 我刚才讲的那些只是神话 我现在讲真正的历史 真正的历史就是 我们中国第一个朝代 第一个朝代 什么叫朝代 就是爸爸传儿子 儿子传孙子 这种就叫朝代 第一个朝代就是夏朝 夏朝距离今天应该是4000年前 距离今天4000多年前 夏朝中国第一个朝代 我们知道夏朝的第一个开国王帝 就是那个叫什么大禹 治水的那个大禹 然后后来他就穿了几代 然后就一直到了其中一代 那一代就是什么中康 中康 太康、中康、少康 少康的爸爸应该是中康 然后管他什么 总是其中一代夏朝的王帝 他那时候呢 他的底下有一个部落 叫做有穷式的 有穷式的部落 这个部落的首领就是后裔 后裔呢 他有一个专长就是坦利埃射箭 这个倒是真的坦利埃射箭 这个后裔呢 有一天他就造反 他就造反 他就打进夏朝的王宫 然后把夏朝的那些王啊 全部都杀掉赶掉 OK 杀掉赶掉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漏王之鱼 就是夏朝的王帝的其中一个妃子 那时候他已经怀孕了 他肚子里面怀着的就是少康 就是以后的夏王 OK 然后就漏王之鱼给他逃掉 给他逃掉 然后啊 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呢 这个后裔呢 他就做了这个王帝 这个 这时候他可能不叫夏朝了 他就是霸占了这个王朝做皇帝了 然后啊 不久过后啊 这个后裔啊 他又被自己的徒弟推翻 他有个徒弟叫做韩处 这个韩处啊 是后裔的徒弟 他推翻了他师父后裔 这个韩处啊 他推翻了他的师父后裔啊 然后他自己做王了 也没有什么朝代的名字啦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刚才说的那个少康啊 少康之前是那个漏王之鱼 肚子里面怀着的 这时候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韩处做王的时候 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虽然韩处有依然的派人 出去追杀他们两母子 可是都没有杀神功 OK 到最后这个少康呢 他就少康中信 他就带领了以前夏朝的移民们呢 就回来反攻这个韩处 然后把整个夏朝抢回来 然后夏朝才得以继续下去 这就是少康中信的典故 OK 所以我刚才说的真正的历史里面 后裔只是出现一段时间 就是他推翻了夏朝的王帝 然后他自己做王 然后之后他又被他的土地寒处推翻 OK 就是这样罢了 整个故事里面没有长额 没有月亮 也没有十个太阳 OK 那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 OK 这个故事我说完了 OK 说到中秋节 对于中秋节 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节日 我可以说是第三重大的节日 第一重大的节日就是 新年 冬立新年 第二重大节日应该是清明 第三重大的就是中秋节 因为华人会团聚的日子就是这三天 新年清明还有中秋 OK 至于冬立新年 大家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 冬立新年为什么华人会团聚 它是新的一年吗 而且这个时候也刚刚是冬天刚刚过去 大地回春的时候 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从屋子里面跑出来 因为已经没有下雪了嘛 所以这个要庆祝这个 夏冬天已经结束过后的第一天 就叫做春天 就是新年了 这是第一天 还有清明清明大家都知道了 清明大家都要回来扫墓 所以要聚在一起 然后之后就到了中秋 中秋是8月15 为什么要在中秋节团聚呢 我告诉你在中国 以前的中国 中秋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为他们是 大家要回来团聚 而且他们还隆重到 到现在 台湾那些 中秋节还要烤楼 我们这里 就有些人 中秋节是吃楼干 其实这个 这个习俗就是 从他们那边烤楼那边来 OK 我现在说回 为什么中秋节会团聚 以前我们是农耕社会 农耕社会是怎样 春天播种 夏天耕地 然后秋天就收成 秋天是收成的日子 然后冬天就是休息 什么都不用做 因为全部是雪 所以秋天是收割的日子 中秋就是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 大概到了8月15这时候呢 你应该 你装 你的田里面的那些 稻草应该已经收割完了 这时候 所以大家已经收割完 准备要过冬的时候 这种时候 大家手上的工作都做完了 所以就回家团聚 所以我觉得中秋节在那个时间点上 应该就是 以上的这个时间点 就是大家 刚刚收成完 没有事情做 大家回家团聚 OK 所以我现在已经讲了很多很多 关于中秋节的东西了 大家应该有点概念了 我们现在的中秋节呢 还剩下什么 就是玩灯笼 玩蜡烛 吃月饼 烤肉肉干 现在好像比较少一点 然后 OK 然后剩下来的就是这些了 我今天讲的这些知识 就是提供给一些小孩子 不知道的 听我今天这样讲 就知道了 OK 还记得以前小时候呢 有听过一首歌 很好听的 叫做月亮圆 听过吗 三脚下男孩唱了 月亮圆 月亮圆 月亮照在我的家 没有存下秋冬的荷家 流传千年 OK 听过 OK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